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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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交通安全的区块真的很大 因为我们凡是出门 不管是走路啦 开车啦 驾驾驾驶啦 连行自行车 都算是安全的一块 对不对 从小事件到大事件我们都要好好来关切一下 首先先带听众朋友了解一下 因为其实最近酒驾它好像有一些新的修正 对不对 那这个部分很多的朋友 像Peggy就是没有那么了解 那这个部分可以请组长跟听众朋友解释一下吗 好的 因为有建议酒驾的致死率蛮高的 而且去年全台湾酒驾致死有318人 所以今年的1月18总统公布新的酒驾规定就是说 造势致人受伤或者是公共危险罪移送法办的 是犯了刑法的185条之三的移送法办的 现在新的规定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病科30万元以下罚金 如果有致人死亡的会处更重 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病科200万元以下罚金 致重商者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病科100万元以下罚金 重点是在10年以内有再犯这些规定的话 自然死亡现在开始很严重 这处5期徒刑或5年以上有期徒刑 这是非常严重的 而且得病科300万元以下罚金 所以还在告诉大家尽量不要违法 而且要少代价 是 其实这件事情好像听起来很容易 但是还是有很多人会持续犯 而且不管我们在电视新闻 一些媒体看到的都是累犯 都是酒驾的累犯 就常常他曾经犯过一次错 可是从来不悔改 然后持续在犯罪 所以不管怎么说 现在这样子把法令修正起来 就让大家知道说 你如果真的10年累 又再一次遭失甚至于致人死亡的话 你这一次你就跑不掉了 你这次一定要关 而且要关蛮久的 对没错 所以听众朋友还是要注意到 这边也是要呼吁大家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那其实就像刚才组长讲的 招呼代价好像也蛮方便的 对没错 对除了代价以外 现在有还蛮多的方便的一些方式 比如说APP就可以帮你叫计程车 计程车也很容易取得啊 对不对 再不然就是可能请亲友帮忙接送 对有太多的方式可以避免酒驾了 如果今天你比如说去参加一场喜宴 去参加一场朋友的聚会 你知道你很有机会会碰到酒精这个东西的话 那这个时候其实你就可以不要开车过去了 你就直接比如说请朋友家人帮你载过去 或者直接搭扫簧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没错 没错 现在请听的朋友 你如何避免酒驾 就是说你要到那边你知道你要喝酒了 你就不要开车去你就永远不会酒驾嘛 你还没去喝喜宴还没喝酒以前 你就做大宗捷言工具或者是建车去 你就永远不会有酒驾的问题啊 是啊 因为你知道有可能会喝酒你就先不要开车 先不要去碰交通工具 对对 这样确实就没有机会酒驾了 而且也很多方式可以替代啦 现在真的很方便 带轿计程车啊什么都很容易取得 对所以听众朋友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 这个酒驾真的是不要再犯了 因为酒驾真的造成太多家庭破碎了 这边还是要再次呼吁这个区块 好那其实呢这是最新的资讯 1月28才通过嘛 所以在除了这个区块跟听众朋友讲一下酒驾 现在是加重新发的部分 那接下来也要来讲回一下湖内分局的辖区范围 其实主长是在湖内分局服务嘛 这个辖区范围内其实有一些特性 然后导致有一些交通事故是比较容易发生的 对不对 因为我们的区域是属于比较 偏乡的地区 而且马路比较大条 所以工厂也有严厉 所以有大车商网的事故蛮多的 而且去年度 年初就是1月份的时候 已经有四五件大车的A1事故 就是死亡的时候 因为今年我们加强一些重点取缔 所以把今年的大车的A1事故压到目前还是没有发现 这是最好的房子 而且我们针对它的违规项目下去取缔 譬如大车容易超灾啊或者超速 还是他们有时候会喝威斯比啊喝酒 就是喝威斯比是喝酒 所以有时候不行 然后闯红灯很危险 还有违反管制路线 就是这些路线是很小的路 就是不让你进去 你大车开35吨 13吨的这些大车 还是会开路会影响到整个车流量还有安全性 是 这部分就是等于说有一些项目嘛 我们分局这个部分 会适时的去击查一些大车 可是我们如果在开车骑车遇到大车的时候 所以珍爱生命委内大车是自理眠眼 因为大车的死亡率非常的高 而且它有视野的视角 而且它视野视角真的不是大车驾驶 会看不到你 因为你在大车正前方或正后方 或者右前右脚的45度 这个视线就真的蛮看不到 而且大车在转弯的时候 如果你机车或汽车跟在它的右侧 你容易有内轮差 你以为可以过去 其实大车它看不到你 而且内轮差会往内偏 会把你撞到会造成死亡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 你骑机车容易被搭车 但是大车它有个吸出的原因 你骑机车因为大车是轻 大车有吸入的时候 你反而会被它吸入进去 到它的内轮差里面被撞击到死掉 或者是被它那个气推出去 碰到路边的车子 或者路边的安全岛 所以这有时候都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而且我们看到大车要有几个观念 就是说 譬如我们跟大车在一起的时候 不要抄它的车 或者是尽量找旁边一点抄它车 因为大车前面很容易发生 去年度小港的沿海路 有一间就是两台大车撞到一个自小客车 那个就当场死亡 这个有时候会有这种情形 或者是去年的9月份 那边有那个台61西兵公路 就是二级几车连簧转 而且有两十八商这个情形 就是因为大车 它速度很快 而且它撞击力 会把中间的小车挤上去之后 会有死亡的问题 所以这些都要注意一下 是 不能开在前面那开后面呢 开后面你也是不要跟得太近 因为跟得太近 会有视野的视角 万一 因为你看不到前面的红绿灯 或者是前面的突然状况 大车有偏离的时候 你以为跟着它后面很安全 但是它有偏离的时候 你看不到 会有产生速差的问题 会往前面撞 或者是 往路边撞 这都有可能 所以有时候还是不要有这些 太近的问题 远离大车就是最好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如果真的在路上 不管是骑机车开车的时候 看到大车 是不是离它越远越好 没错 所以这个安全距离 可能要比平常在拉的更长一点 更长一点更大一点 我其实常常 Peggy自己 骑到有多摆更多 然后我真的在骑机车的时候 会看到一些很惊险的情况 真的就像是组长刚才讲的 有些机车啊 一看到大车 就想尽办法 操到它前面去 这容易车后 就这样死亡很多 所以其实反而不能有这种侥幸心态 也不要觉得说 我就是比大车快啊 但是有的时候 大车在加速 或者是在起步的时候 很多的死角 确实没有办法很清楚的可以看到 比如说 你这一个机车的骑势啊 或者是自小客车啊等等的 他的视线确实是比较看不到 不过最近Peggy有在观察 好像这些大车也开始加装一些 比如说扶助器 扶助器 就是环境的一些 就是我们可能说的一些影像的部分 政府重视这个区块 说有强制规定 新车都要有 然后旧车要辅导他们加装 就是尽量让他们可以加装 避免死角的部分 对 那这个部分 其实我觉得大家都 还是必须要注意得到啦 还有一些 我之前有一个亲戚啊 他们在高速公路上面 也是差点被大车撞到 就是在变换车道 变换车道这个部分 主长也可以稍微说一下 如果我们在高速公路上 如果真的是遇到大车 变换车道 怎么变换是比较安全的呢 因为你在变换车道当中 因为大车的速度本来就慢 是 所以你跟在后面 你要超他的车的话 你必须拉长距离 本来 正常你拉长30公尺 你变成50公尺 是 然后你打方向灯先打 是 不管走 正常超车是不能右车超车 对 这很明白规定 对 超车不能右车超车 你要打左边的方向灯 是 打完之后 你要注意后面的 有没有来车 是 或者后面来车的距离有多远 你要考虑进去 是 才不会发生车 然后你超完他的车之后 你也要到行驶到 拉长一段距离之后 你才变换到中间 中间的那个车道才安全 不要马上超车 完车马上又变进去 有时候你真的距离抓不准 就容易发生车祸 而且现在重点 重点发生车祸之后 你在车祸的后面 一定要加长距离的 放三角锥 才不会被后面车子给你撞击 二次撞击 造成二次伤害 这真的也是蛮重要的 因为那一次我们自己的亲戚 那算很幸运 因为他是跟他变换车道的时候 可能因为就像是大车的死角 他没有注意 然后就继续开 然后就把他撞到他的尾锥 然后他就360度 然后横躺在高速公路上 然后非常幸运 就是车毁 然后人没事 其实这已经是算是很幸运 很幸运的事情了 但是Peggy才会在空中想说 趁这个机会 刚好主长也在 也跟大家呼吁一下 其实不管说在片段 平常的道路 甚至于是高速公路 你要超大车 其实你都要有一点点把握 就是要有足够的安全距离 你再来做这件事情 否则的话 大车他可能完全没看到你 他也不减速 那只要稍稍他撞到你的尾翼 或稍微插撞到你 你一定倒 像这个在高速公路上 你就直接旋转360度了这样子 非常的危险 也是希望听众朋友 真的是我们开车的时候 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 然后 除了这部分 也要跟组长问一下 其实现行状况之下 Peggy 发现在高雄地区 也是蛮多人都会骑这个电动自行车的 那很多人都骑这个电动自行车 因为有一些时候我会看到有些自行车 这种电动自行车是有挂牌的 可是真的也有一些是没有挂牌的 这个到底是挂牌不挂牌 这可能是有一些相关的法令 那这个部分如果我们又遇到那种横冲直撞 然后又违规比如说闯红灯啊等等的 那这个部分我们该怎么做呢 因为我们研究这几年的车祸发生率 电动自行车发生率也是蛮高的 所以我们警方目前也甚至这些 电动自行车没有挂牌的 会加上取定 而且我们注意看的时候 他不只有外劳在骑 而且本国人 因为现在酒驾取定也很严格 他们也是会骑电动自行车 或者电动机车去喝酒 他是规避的处罚 处罚会比较轻啊 譬如我喝酒骑电动自行车的话 酒驾正常是划600至1200 据车是2400 但是我如果骑电动机车 酒驾招式或者是0.25以上 是犯了公共危险罪 就要判刑 就要判刑或者是罚金会比较贵 就刚才讲过那些罚的比较严重 所以我们不只外劳后 国人都会闪躲这些法律规定 而且电动机车 交通部还有政府已经观察到 这些一定要纳入 以后要挂牌 才不会说有造讨啊 或者违规没办法取缔 所以我们目前警方取缔 都是针对比较严重的自行车的违规 譬如他没有两段式走转 或者是他后载负载人 因为他电动自行车或有机车 是不能载人的 就是现成一人 就是只有驾驶而已 然后他们会经常犯的就是夜间 就是没有灯 这很危险 很危险 有的会害到我们正常的用户人的安全 另外一个是他们有闯红灯 闯红灯的真的也蛮多的 刚才又讲了九后架车 他们会闪避所有九后架车 外劳他们会因为不懂我们台湾的法律 或者是他们认为想要规避一些法律 所以他们会骑这些路上路 还有一个重点就是会发生错误 会造成死亡的就是没有答案全貌 所以我们会针对这些下去 去开这些有违规的行为去处罚 然后违规只是一时的爽或舒服 但是会发生事故之后会损人又害己 而且我们要跟你讲一下 不要有这种心态 而且有可能会危害到他的生命安全 好像真的有一些人 就骑这个电动自行车是为了规避 我感觉方便啊 好像是骑了这台车什么交通规则都跟我没关 但其实不是还是可以取缔的 而且接下来可能都要强制立法了 所以大家不要再有这种侥幸的心态了 好了时间的关系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进一下广告 稍后回来呢 我在跟组长一起聊聊一些 可能我们看过的比较严重的A1事故 来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休息一下 最舒服的便 人生无常 有的人是为了亲情 需要 心情 烦恼 在这里有一个很好的方法 要向大家分享 就是这座非兴门 我们要睡前 念非兴门 非兴门 让我们自己的安心协助 做生 心内会更平静 这可以给你免费来的 空气三三五 数理三三 家族旅游 员工旅游 公司工厂交通车 好多事情需要用到车 要找哪家车公司才好呢 你的问题 全球巴士公司都听到了 观光旅游 工厂交通接驳 各式活动用车 只要你想得到的菜客服务 找全球巴士就对了 从8人坐小巴到43人坐游览车 全球巴士给您舒适的乘车环境 评价优惠 全球巴士部专线 07 831 9037 831 9037 大家好 我是内政部移民署 移民事务组组长黄玲玉 本署设置的外来人士在台 生活咨询服务热线 自今年3月1号起 将改码为1990 原本0800开头的号码 将于7月1日起停用 新住民及外国朋友 如有在台生活需求 及照顾辅导方面问题 都可以利用1990专线 获得协助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移民署提供 最新的爱 这是这个最佳自由的所在 快乐爱台湾 最有爱最快乐的电台 最有爱最快乐的电台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 快乐联播网 欢迎回到新闻线上 online的节目现场 我是Peggy 现在时间来到中午的12点42分左右 那今天其实邀请到的 我们特别的来宾呢 是我们高雄市政府警察局 湖内芬局的 我们的交通组的组长 王自长 王组长来到节目当中 组长好 主持人好 其实听众朋友大家好 其实我们上个段落 也跟听众朋友讲 蛮多的部分 一些安全的事上也是要再次提醒大家 不過常常在跟大家都是講一些法規啊 一些方案什麼方式 但大家都不願意遵守 可是有的時候如果我告訴你說 有些案例是活生生發生過的 或許大家會比較警惕自己一下 那接下來可能就是要請主長跟大家講一下 就湖內分局的有可能轄區範圍內 曾經發生過 真的是讓你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些A1事故 就是也順便提醒聽眾朋友一下 這樣子的事故為什麼會發生 那我們應該要怎麼來做避免呢 湖內分局下去有三所大學 有高院科專 還有素人藝專還有東方經學院 然後因為我們屬於偏鄉 所以那個年紀大的老者比較多 所以高年者比較多 我們訓練度的學生還有那個老者死亡的就是比較多 會常常患的錯誤有分兩種不一樣 因為學生他是騎摩車會騎比較快 而且有時候會戴不安全的安全帽 我講的不安全的安全帽就是說 雖然是經過檢驗合格的 但是他是二分之一兆的安全帽 所以我是建議說 是人家講的西瓜皮 對西瓜皮 所以我是建議 我們既然也在騎摩車 買的安全帽好一點 戴最少四分之三的安全帽 或者是全兆式的 會比較安全 然後老者就是會發生事故 因為第一他年紀老慢了 反應速度慢 所以會在偏鄉地區的老者會經常有 他是沒有依照規定轉彎 或者是他要滑就滑啦 素材他啦 他都沒有在看 很危險 那海中的安排人 還有他沒在未安全帽啊 或是說他走賣路 他沒注意了 不走正常的單位才走賣路 或是走到滿順 上座 騎機車的人 不扭他 我們台灣最壞的整棘就是 不扭行人優先通行 是啊 所以這幾個樣胎都是比較常 發生事故的狀況對不對 所以剛剛聽起來好像是這個安全帽 沒有戴好跟機車安全是比較相關的 是沒錯 騎奧巴的學生是不是騎機車 都騎的比較快一點點 這速度是不是都有點超速的問題是不是 所以就是有這麼多的事件 所以在這個 湖內風局的下區範圍來講 從110年度有發生事跟機車相關的事件 機車相關蠻多的車禍的 或者是老者的車禍都蠻多的 所以我們 我現在講的意思是說 機車事故是佔總體傷亡率的 事故6%以上 這代表 騎奧巴真的是很危險 是啊 因為那個叫人保體 是啊 車是叫體保的人 說有差 我不是說 騎奧巴要叫壞 而是說 你要瞭解 騎摩車是真的危險 所以我們速度不要 太快 而且要依照規定安全帽 你如果騎奧巴沒有電線 他自己的希望比例是92.4% 速度 我現在講的速度就是 騎越近 希望越近 譬如 這個研究過 本來速度30年了 你把體格到50 時 死亡率本來是110 就體格到880 是 所以 我們聽眾朋友說的意思 速度減掉時 你的視野就比較好 看比較有 你如果翻臉 翻臉得快 你如果沒有這樣 你有時候 有時候 或是因為 沒小心 沒水看 你騎得很快 每個檔順 騎一騎 騎好 騎好之後有希望 所以這個問題是 要大家 提醒一下 是 所以換句話說 如果說今天 騎得越快 危險越高 對不對 所以我們明明知道 騎奧巴就是肉包鐵 你這個時候你還 你會越 越嘴越嚮 就是有的時候 真的在道路上 也常常看到 一台車 開很快 一台機車這樣子 在道路上蛇行穿梭 然後又加速的 那其實真的蠻危險的 畢竟你被撞到 你是一定會受傷的 沒錯 車子被撞到 可能是車子受傷 受損而已 對 車子受損 人可能沒事 就像我剛講的 在那個高速公路上面 被大車撞到 還很幸運的 只有車毀人沒事 但是如果是騎機車 就不一樣了 你車一旦倒下來 人一定是至少破皮啊 擦傷 那已經是 很基本的 就是很輕微的 那可是如果更加嚴重 就像是剛才主長講到 二次車禍 對 二次車禍是不是也很常 發生A1事故 對沒錯 像高速公路 尤其非常明顯 是 高速公路你 經常發生小車禍 人沒怎麼樣 但是兩車的對照 在下車之後 走那兩台車中 來講事情 這容易發生後面 因為你沒有放安全追 是 後面的車子 不曉得你車禍 對 所以會發生第二次 撞擊之後 你站在 兩台車中 會讓 另外台車 或是把台車弄 撞到A1 所以 提醒聽眾朋友 你發生車之後你東西 故障 或是30歲放好了之後 你人要站在 負欄的外面 負欄的外面 再說到負欄外面 要比較安全 是 你要通知 驚慌 來 現場處理 是 這真的是很危險 因為 我之前看過案例都是在說這些 很多 有的是 前面在發生 車禍 然後他們下來談事情 然後後面就有一台普隆公 沒在看路的 有的 實在就是這樣的 沒有在看路的 就覺得開得太順了 然後就直接撞下去 其實這種A1事故是很多 所以如果我們真的是有遇到類似的事情 發生車禍的當下 真的還是要做好一些 我們要有的危機意識 先設一下這個三角追 高速後面的用路人 我們現在這邊出車禍 你要慢速一點 解慢你的速度 或者是要 避開這邊 免得真的有二次追撞的問題 除了這個區塊 其實 話又說到回來這個湖內分局的部分 剛剛有講到高齡者的部分 因為 節目剛開始的時候 我就私底下跟 組長來講說 因為我們家住在紅山 車水馬龍那裡 一個路橫大條 每次過那個馬路 我都膽戰心驚 然後因為 這個我們明明走在行人穿越道上 但是呢 人家也不願意讓你 開車的不讓你 這雖然說政府不斷的在強調一定要禮讓行人禮讓行人 而且你不禮讓是可以開罰的 但是 還是很多的駕駛朋友都是沒有去遵循這個區塊的 好在這邊還是要呼籲大家 拜託禮讓行人好嗎 然後像 剛剛那個組長就有講到一個案例是 有一個阿伯 是阿伯 八百六位阿伯 他走這個行穿線的時候 結果 他只是走的比較慢而已 結果被撞到 對嗎 這個可以跟聽眾朋友講是大概什麼情況嗎 這個是 我們 這個月發生了一件 A1死亡車 是 我們那個 阿伯他是走八馬線過馬路 但是另外對照者就是 社會車的人 是 他只有 他要走轉 但是他主委頭前的 起車 他看會過了 他就走轉過 但是他都沒看到 八馬線有一個 人在走路 他當中的 這就是 平常是養生教育不夠 不是說看起機車而已 也是要看 賣路人 有其他的突出物 或是人沒有 那要去那看 是 阿這種事情發生還蠻多的 蠻多的 所以我覺得其實 長輩可能也要有一些方式保護自己 你走的比較慢 在道路上 如果說 人家都沒有注意到你 其實危險也蠻高的 沒錯 我們這些長輩們可以怎麼做比較好呢 我們警方 我們警方這邊有實施護老專案 是 就是說 我們有兩個重點 一個在保護 一個在提醒 保護就是 說意思 像對 我們這年 有那麼多的地方 早上都有那個運動 他騎到處理 那個公圈 那個運動 我們 那是在散步 我們警方會加強 這個市長的 交通圍 去看 啊 風機 把台車沒看到 因為我們老做 是 你走路 還是因為 我們天空而已 沒有很空 所以另外還有提醒的問題 提醒的意思是說 你要過馬路順 你要注意 有車沒有 要先看一下 聽一下 是 不可以說要過就過 是 啊你後來 再跟我們 一個月的 黑馬桑 提醒一下 要過馬路順 要注意 但是三戶 我們的三戶要穿到新的 比較更熟 比較更熟 不然手電 沒有散光燈 反正你有時三個月 我們有時的健康 會噴給你那種 手環 反光條 反光條 是 那個比較安全 最沒有 對方 不能看到你 那個安全性 鐵膏 是 因為 我們現在就是 教育的問題 台灣的教育問題 所以交通得不好 所以我們現在有向下雜根 那裡 好 叫做宣導 是 所以我們宣導的時候 有提供影片給我們朋友 網路看 或是說那裡有看 就是負勞 就是向下雜根 是 啊 那鴨屏的內容是說 阿嬤跟阿公 你過馬路 是 他不注意 但是他順便要幫忙 是 說意思要注意 看有 看有 看有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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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車 對 腳也要聽 聽一下 是 這樣喔 讓大家有做 公孫的這些互動 提醒家中安全喔 是 讓你養成一個好的習慣 這點真的很重要啦 有的時候 我們以前小時候說要扶老公過馬路 這個都好像課本上看到 真正你看扶老公過馬路的也沒幾個 所以這時候可能就是從校園裡面做宣導 如果可以我們真的是 多給這些長者一點點幫助啦 當然也是也要呼籲我們的阿公阿嬤們 拜託 千萬不要再違規 對啊 這個路 有時候我們真的是騎在一些長輩的後面都也很 很害怕 因為要轉彎就突然轉彎了 也沒有再給你打這個方向燈的喔 其實這都蠻危險的 希望 就是長輩們大家可以從遵守徵用規則開始 當然 出去就是清晨黃昏要出去運動的時候就是穿比較亮色系的衣服啊 穿比較亮色也比較年輕 今天時間的關係啦 大概剩三分鐘左右 請組長可以針對整個交通安全的部分 我們再跟聽眾朋友做呼籲 或者是 因為現在有些人就會有些什麼違規的樣態 我們如果說遇到政府違規的事項我們該怎麼辦呢 因為 違規現在有開放到民眾檢舉 所以 你如果有手機 或是說有行政支柱錄下 你會把健康檢舉 但是健康檢舉的時候 你一定要居民檢舉 要留列明 相當以後 含主席電話 上網上就一趴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警政新鄉 是 那個點 上傳資料 警方可以判斷到底有沒有符合規定 可以開不可以開 有開也會讓你恢復 沒有開也會讓你恢復 讓你知道 不可以交通違規 檢舉人 我告訴我們民眾開放全面檢舉人 這也是可以 現在因為 我們高雄市今年有庭匯 在我們市區 所以 也呼籲用路人 注意行人的安全 是 請行人也依照規定的路口 紅綠燈依照規定行走 這樣比較不會放車 不然我們這個 有時候庭匯看完的時候 走出來幾千人 幾千人的時候 你都做社會都沒有水看 你要過路也是 不可以對白人走 對白人走 有時候也有幾千人 人家怕青燈 你怕紅燈 所以你也是要注意 是啊 雖然都是很小的地方啦 但是其實交通安全就是要從 這麼細微 這麼小的地方 開始著手 有的時候 大家都覺得說 沒關係啊 快要 變紅燈了 我們要先我還是照過 或者是 已經要轉綠燈了 沒關係啊 我先過 通常都是這種觀念 導致這種交通事故的發生 希望大家都可以從小的觀念慢慢養成比較好的觀念 讓大家以後用路的環境都可以更好 好啦今天非常謝謝我們的組長來到節目當中 好然後也 祝福 就是所有的聽眾朋友 在這個228連續假期 大家都可以 開開心心的出門 平平安安的回家 注意一下我們的交通安全囉 好今天非常謝謝我們高雄市政府警察局 胡內分局 我們的交通組組長 王志強王組長來到節目當中 謝謝組長 謝謝主持人 謝謝那今天新聞線上 Online的節目就進行到這裡 謝謝大家下禮拜空中再見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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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